迪士尼欢庆100周年推出动画电影《心愿》 中文版主题曲找来甜心教主王清凌献唱 他也化身《心愿大使26日现身台湾第一间迪士尼主题病房》 现场读故事给孩子们听 不过被问到私下和侄子侄女的相处 他可是相当害羞 我侄子侄女 我觉得我大概可以带他们半天 半天之后我就会叫我弟 爸爸你可以换你了吗 大概可以跟他们好好的玩个半天这样 然后就会叫我弟先拎回去 然后可是他们时不时就咕咕咧 咕咕咧 然后想说 趕快先躲到房间10分钟再出来 我们刚才有收到给娃娃 你们有收到 有 我没有收到 就去就去 他已经交出来了 哦 心愿的话我好 我那时候在拍 拍 对 我有一幅 已经交给 所以我妈妈要带回去给我的姊姊姊姊 好可惜 等一下 ID上面有那种 Challenge的一唱歌 你有吗 你 他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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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有很豪宝耶 就是有人说 就是你在选择来 他就是共同出本人 哦 真的吗 对 比如说留言写的 哦 谢谢 你有看到这样的反馈吗 比如说什么呢 快说给我听 你为什么小时候会有公子梦 当然肯定要有公子梦的这个阶段啊 你小时候没有王子梦 有 有 你现在还是王子梦 你现在还是王子梦 有吗 嗯 目前还没有 因为巡演都 我看了那个表面 都快结束了 有拍到 所以 目前还 目前还没有 我觉得我这次专辑的 《严不由衷》我其实演得蛮过瘾的 因为我就在里面饰演一个 女警探 这是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演过的角色 就 过了两天 我还是一直在那边这样 还是一直在那边 女警的角色 这么多危机 对